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 是我们来到阿拉巴马 就是Garber Shore这边的第六天 也是我们入住这里的最后一天 今天呢 我们决定最后再享受一把这里的阳光 沙滩和海浪 太阳依然很堵 但其实泡在海水里却很清凉 这是我们前几天晚上在海水里 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捡到一把遮阳伞 如果你愿意 晚上在海边可以捡到很多东西 像什么大帐篷啊遮阳伞啊等等 美国人度假一般都是写家带口 也很少是一两天就走的 所以呢 买一把确实比租要强 因为一把遮阳伞和两把椅子 一天的租金要70块钱 那么如果是坐飞机来往的话 也确实不方便带回去就扔了 虽然觉得确实太浪费了 但是好像也可以理解哈 这几天建的最多的就是天上飞来飞去的小飞机了 定件一看其实他们都是做广告的 还别说其实还真有用 我们就提前三天订了日落时候出海 看海豚的行程 日落时候的小Cruise呢是30美金一个人 其他时段更便宜 但是它比较紧俏 所以要提前预定 我们这次的转码头在Orange Beach附近 其实所有的这些海滩包括Pensacola Beach 还有Orange Beach 还有Golf Shores 它们所有的海滩都是连在一起的 绵延好几十英里的白沙滩 都很漂亮 我们买票的这家公司呢 它说是担保你一定会看到海豚 那么实时证明 他们确实没有说假话 而且还给了我们大大的惊喜 这一趟真的是物超所值 据船上的工作员介绍呢 这一片海湾呢 大概有一百五十头海豚 而且都是这里徒生拓展 当两条船逼利而行的时候 这些可爱的海豚就喜欢在中间的海浪里头 随波竹浪翩翩起舞 本来呢 去城的时候 这些可爱的经历们就已经给我们大大的惊喜了 没想到返城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已经快接近这个码头啊 它们又尾随我们而行 再次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晚霞很甜淡 它有一种别样的美 加上一杯冷饮 吹吹海风 看看淡淡的晚霞 至少有那么一刻 你是可以忘掉身后的烦恼的 但愿这一刻能更长一些